大家好,我是表姐,这是一位粉丝的投稿 她说,我叫王大伟,是上海人 五年前,我年纪五十岁的时候退休了 退休前,我在一家国企工作 但愿部门管理,工资福利都不错 所以存了一些钱 我和前妻有一个女儿 女儿已经出国留学多年,基本上自食其力 我和前妻是和平分手的 彼此之间感情大了,也就各自分道扬镳 退休后,我过上了自由自在的生活 每天运动,看书,打牌 偶尔出去旅游,过得很是逍遥 可惜好景不长 三年前,我突发心梗进了医院 在医院里躺了一个月 我脑子空空的,突然就意识到 我已经五十九岁了 一晚一个人睡,真的很孤单 我开始在相亲网站上寻觅合适的伴侣 最开始,我对女方没有太多要求 只要相貌端庄,性格温和就行 至于是否登门结婚,我也并不在意 我先交了几个朋友 发现他们大多是为了钱,才愿意陪我这个老头子玩 完了一段时间,他们就开始向我要钱 要我买名牌包,化妆品等等 我虽然花钱大方,但也不想全部花在他们的身上 几次三番的被这种女人刺激后 我就明白过来,他们根本就不爱我这人 之后,我转变了策略,开始在相亲网站上 寻找愿意与我长期在一起的女伴 必须要结婚生子 通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我认识了林芳芳 林芳芳今年38岁,比我小了21岁,相貌还过得去 她工作不稳定,经济条件一般,生活有些急居 我知道,她愿意嫁给我,很大程度上是看中了我的房子和存款 不过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单身实在太孤单 我也需要人照料起居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还是决定和林芳芳走入婚姻 林芳芳很快就怀孕了 我高兴还来不及,她就开始向我提要求 要我把她的父母接到上海来住 还要给她父母每人每月2000块生活费 我勉强答应了,毕竟是见家长 希望她生下孩子之后能安心向父教子 林芳芳剖腹产生了的儿子,我喜出望外 可就在此时,她开始抱怨我的房子太小 提出要我再来套大典的房子 我听她的话,又花了百万元 在她生孩子的医院附近买了套三菊屎 林芳芳的父母也都搬了过来和我们住在一起 林芳芳生完孩子之后,对我就更加默不关心 经常往回家,有时甚至通宵不归 我疑心她出轨,暗中调查了一番 发现她确实有了外衣对象,是一个开手机店的小伙子 我大发雷霆,和她大吵了一架 还愣狠狠地警告她,如果赶离婚,她什么都拿不到 可我也无可奈何,只能继续忍其吞声的相父教子 希望她能回心转意 眼看着老婆不对头,我又开始出入酒吧,寻花问柳 我花了不少钱,终于认识了苏小梅 苏小梅是酒吧的服务员,今年才28岁,样子很漂亮 我被她迷住了,每个月给她两三万元收获费,让她做我的情人 我和苏小梅偷欢,瞒着老婆过了半年多 直到有一天,老婆找人买偷我公司的保安 偷拍到了我和苏小梅在公司附近的宾广台房 林芳芳拿着照片来找我对质,大发雷霆 她立声质问我,是不是想和苏小梅结婚生子 然后把她和孩子一起赶出家门 我立刻否认,表示只是出于寂寞找的情人 绝对不会和苏小梅结婚 林芳芳一听这话,态度立刻软化下来 她丢我开出了条件,让我把银行卡和所有的从款都转立她保管 以后家里的一切大事都听她的 我别无审则,只能答应下来 从那以后,我每月只有几千块钱的生活费 想花大钱都要跟老婆汇报 老婆去仍旧我行我素,经常外出不归 我怀疑她仍在继续跟那个小伙子纠缠不清 唉,我真是老糊涂了 冲动之下就听现了林芳芳的花言巧语 现在我才明白过来 她根本就不爱我 只是贪图我的钱才罢了 我这个老人家也真是自作自受 自己选了这么一个糟糕的第二春伴侣 如今想要离婚 我必定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根本离不了这个女人 和林芳芳再婚已经五年了 我现在六十四岁 还在忍受着这种折磨人的婚姻生活 这五年来 林芳芳对我的约束越来越严格 我每个月只有两三千块钱的零花钱 想要多花点 都要向她报仗 林芳芳手里有我的所有存款 去一个子也不给家里花 小家伙已经五岁了 她都不肯给孩子抱什么兴趣般 生怕花钱 我每天上班就是陪小家伙玩 还要做做家务 压力很大 我已经五年没有正常 试过一个好叫 十年严重 有时实在承受不了 我会偷偷溜出去喝酒 可喝多了回家 老婆闻到酒味 就会大吵大闹 让我浑身难受 前些日子 在和老婆吵架时 我犯了致命的错误 一时冲动之下 我把签字的离婚习义书 扔到了林芳芳面前 要和她离婚 没想到林芳芳立刻变了脸色 让我马上把离婚 洗衣书丝了 我坚决不同意 她就把五年前我出轨的照片 重新拿出来 林芳芳立声警告我 如果我敢和她离婚 她就把照片发给我的亲戚朋友 让所有人知道 我是老婆正经 我心知她不是开玩笑的 只能再一次屈服 顺从地把林芳协议书丝的粉碎 如今 我已经把全部积蓄 都交到林芳芳手上 老无所依 离婚对我来说 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会让我名誉扫地 我的社交圈子 也会将我批清关系 我实在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 就这样 我的婚姻生活 美矿意下 老婆爱我的钱 度过爱我这个人 我也渐渐意识到 她很可能 一直都在继续 跟外面的男人见面 可我已经一贫如洗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这一切发生 如今我64岁了 感觉油尽灯枯 每天我都在后悔 我并不应该因为一时寂寞 就匆忙结婚 更不应该把自己的积蓄 都交给林芳芳 我太贪图一时的温暖 就忘记了 婚姻需要两颗真心 才能维系 现在我只能通过 出入娱乐场所来 暂时逃避现实的痛苦 可我知道 这样下去 我迟早会被生活彻底击垮 当初 我本可以过上 自在幸福的单身生活 也可以寻找真心相伴的之音 可我糊涂地选择了 错误的道路 才会落到今天这些亭地 我在这里讲出我的故事 需要能给大家一个警示 我知道 很多老年人都会有再婚的想法 但千万不要轻易 就选择登记结婚 更不要因为对方漂亮 就把自己毕生的积蓄 拱手相让 婚姻需要双方说出真心 你我都是平等的个体 别人给予你的温暖 也许只是假象 但金钱无关 让我们在感情路上更加理性 不要说外在条件所迷惑 这样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最后表姐觉得 当我听到您的故事时 我感到一些忧虑 您的经历让我想到 人生的每一个选择都至关重要 特别是在寻找生命中的伴侣时 退休之后 您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 但心脏病的突发 却让您感受到了孤独 这种孤独感 驱使您开始在相亲网站寻找伴侣 但您最初的不太挑剔的态度 恐怕让您陷入了一些 不成事人的陷阱中 您之后遇到了林芳芳 她比您小很多 经历条件也不佳 虽然您意识到 她可能更看重您的物质条件 但仍然选择与她结婚 希望通过婚姻 来填补内心的空虚 但很快 您发现林芳芳对您的关心 并不如一期 甚至还有出轨的行为 这时 您的选择变成了寻找其他的慰藉 比如苏小梅 但这种行为 只是暂时的逃避 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王大伟先生 您的故事让我想到 昨日不仅仅是寻找一个伴侣 那么简单 它更多的是一个自我认知 和自我成长的过程 一个人的内心孤独和不安 是无法通过简单的寻找另一半来解决的 当我们在寻找伴侣时 首先要明确自己的需求和期望 同时也要有清醒的自我认知 一个人是否适合我们 并不仅仅取决于他们的外在条件 更重要的是 双方是否在精神上有共鸣 是否能够相互尊重和理解 在您的案例中 我觉得您可能需要花些时间来反思自己的真正需求 找到真正适合您的伴侣 而不是匆忙地做出决定 退休生活本应是享受和探索自我的阶段 不应该被无谓的纷扰所困扰 我建议您尝试透宽自己的社交圈 都与婆柔交流 甚至可以尝试一些新的兴趣爱好 这些活动不仅能丰富您的生活 也可能在不经意间让您遇到真正合适的人 最后王大伟先生 我想说 无论您最终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都请记住 自我价值和幸福感 是不应该依赖于他人给予的 您值得被尊重和爱护 但这一切的起点 首先是自己对自己的尊重和爱护 希望您能找到真正的幸福和满足 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觉得我讲了有点意思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你的支持是我更新下去的最大动力 谢谢大家 我是单身朋友在中国的小慧表姐 大家好 我是小慧 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要分享给你们 我想告诉你们 我已经开通了会员视频频道 我将在这里分享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分享我自己的故事 欢迎大家订阅会员 一同来分享这个旅程 我会在会员频道定期更新专属视频 让你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我 了解我经历的故事 你们的参与 你们的订阅 将是我继续前行的最大动力 谢谢大家 如何投稿给我 如果你是手机用户 打开视频下方的简介 点击投稿链接 如果你是非手机用户 可以直接点击视频下方投稿链接 请不吝点赞